手要引是什么呢?哪些可以发展成为商品呢? 今天透过课程,我们会带你认识手要引的世界。 大家好,我是云华老师。 手要引在台湾是发展非常蓬勃的行业之一。 不管有各式各样的饮料,还有各种形式的店面, 可是究竟哪一种是适合我的一个创业模式呢? 今天透过以下课程,要教各位认识基础的饮品。 大致上来说,手要引店的品项可以分成五类。 第一个是茶品类,第二是茶品加奶类, 第三是茶品加食材类, 第四奶类加食材类, 以及最后的咖啡奶茶化系列。 一般我们在索窑引店呢,有一些常用的基底茶。 那它大致可以分为红茶、绿茶、异国茶、以及花草茶等等。 那接下来呢,为各位做几种茶类的介绍。 首先我们先介绍日本的麦茶。 各位可以看到,麦茶它的组成呢,大概是炒过的大麦。 那有一些麦茶的配方,它会混过炒过的绝名籽。 所以呢,如果消费者,你们比较不想要摄取含有咖啡因的茶类的话, 那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那另外一方面呢,因为像这一类的古物茶, 它个人的风味比较强烈, 所以一般我们大概都是单饮比较居多。 那在夏天呢,通常当然就是喝冰凉的。 在冬天可以做热饮来使用。 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日本的煎茶。 那各位可以看到,日本的煎茶呢, 比较偏向细粉状。 这跟我们一般比较台式或是西式的茶类有很大的不同。 那日本煎茶它的特性是, 因为它基本上是没有发酵, 只有焖蒸的一个过程。 那它的香气会比较偏向草味。 那如果相较于台湾的红茶绿茶比起来的话, 不喜欢这么香甜的味道的消费者, 可以选择这一类偏向草香的茶类。 那同时呢,因为日本煎茶, 它本身没有太强烈的香气或者是口感, 所以其实它也可以搭配其他的, 像夏天可以搭配柠檬还算是清爽的口感。 那冬天呢,可以单喝做成热饮。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台湾的红茶。 今天呢,我用的是日月坛的台茶18号来做示范。 那各位可以看到,因为它同样是做茶包的形式, 它是比较偏向细碎的长条状的。 那台茶18号的特点呢,在于说, 它本身有很浓烈的一个红糖的香气, 所以它也很适合跟其他的花草茶类啦, 或者是说它也可以单喝。 甚至呢,比如说如果当作人影使用的话, 加入蜂蜜都是不错的选择。 那单喝的时候,因为红茶它有经过烘焙的一个过程, 所以它的茶汤呈现深的金黄色, 算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茶品。 那如果以养生的角度来讲, 红茶因为经过了烘焙的过程, 相对于清茶来讲, 这一类的发酵茶对人体是比较温和的。 所以如果肠胃功能比较虚弱的消费者, 红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我们接下来介绍绿茶的部分。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使用的是绿茶的茶包。 那它的颜色呢,跟它隔壁的红茶比起来, 是有很明显的差距的。 绿茶因为没有经过烘焙的过程, 属于不发酵茶。 那所以呢,它的香气来讲, 比起红茶的糖香, 它会更带一点草香的一个香气。 那这也是很多的手摇引爱好者, 很喜欢的茶基底选项之一。 那它跟红茶相比, 因为它的香气没有这么的明显, 同时又带有清爽的口感。 所以也是我们在做手摇引爱的时候, 一个很广泛可以使用的一个基底茶。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花草茶类。 那今天呢,为各位介绍第一样是玫瑰。 各位可以看到它是以乌龙茶叶为基底, 那混入了一个玫瑰花瓣的一个部分。 一般来讲呢, 我们在喝花草茶的时候, 除非你只是想要单纯的拼饮花朵的香气, 那不然我们其实在手摇引爱在应用的时候呢, 都会把它跟一些基底茶来做一个混合。 比如说,像我们刚才介绍的红茶, 可以做成玫瑰红茶、玫瑰绿茶, 也可以单纯的加蜂蜜变成玫瑰蜜茶等等。 都是夏天很清凉、消暑的一个选择。 那我们同时也可以品尝到玫瑰的香气跟养生的一个功能。 菊花茶呢,其实算是一个应用蛮广泛的花草茶类。 像比如说,各位可以单喝做成菊花茶, 或是可以把它跟我们之前介绍过的红茶啦, 搭在一起变成菊花红茶。 甚至呢,如果各位去茶餐厅的话, 可以听到有一款叫做菊普茶。 菊普茶呢,其实就是菊花混合了普洱的一个饮品。 因为菊花跟普洱呢,结合在一起可以综合清香的气味跟浓郁的口感。 所以呢,它算是在茶餐厅里面很受欢迎的一款饮料。 公寓扇骑士,必先利器器。 一般我们在创意的初期所需要的硬体设备, 包含了冰箱,制冰机,咖啡机,火汁机,冰沙机, 以及最重要的风膜机等等。 那在容器的方面呢, 基于环保的考量, 我们当然还是以纸杯为优先。 可是呢,一般我们还是会希望鼓励消费者自行携带容器来盛装自己的饮料。 那多数的消费者也会因为店家支持环保而乐于上门。 所以这也是各位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。 许多手摇饮店呢,它都会有咖啡类的商品。 那在这里呢,老师也建议各位, 依照自己本身硬体设备的情况来选择适合的饮料类。 因为咖啡豆它的成本相对于其他的原料是来的比较高的。 所以呢,在初期创业的时候, 建议大家先以简单的美式咖啡机底饮品来入门。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介绍许多在手摇饮里面常见的搭配食材。 包括大家最熟悉的粉圆啦、蒟蒻啦、粉条, 甚至是以台湾的本土食材为主的芋头、红豆等等。 撇除这些食材呢,其实在基底的部分, 我们可以用燕麦奶、坚果奶来做取代。 这些只要各位发挥巧思,都可以吸引消费者上门尝鲜哦。 手摇饮创业不难,其实各位只要秉持热情, 然后善用各位的巧思, 我们都很容易可以在这个行业脱颖而出哦。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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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ING PAO TORONTO